中国人讲的伦理 无冷 无常 罢得 至少也有一万多年 这些东西 很简单 都是最重要的纲领 原则 无冷 只有 二十个字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你说这能传错吗 传十万年也不会传错 它太容易 太简单了 长篇大论 记不住 太深奥了 也记不住 简单 简单 五个字做到了 你才像个人 五个字没有做到叫缺德 这五个字是中国人看是德 基本的德性 如果五个字都没有 那不是人 人必须要具备这个武德了 所以它叫长 长是永恒不能变 比一川一吃饭还重要 可以一天不吃饭 不能有一时一刻 把长得丢掉了 这个决定不可以的 所以古人说 道者不可虚于利 那么今天社会问题出来了 为什么呢 没人叫了 大家都不知道了 那不懂的这五个字 叫什么意思 那所以现在的学会 大多数 不是少数 是大多数 不仁 不义 无理 无智 无信 这是社会的混乱 八德 只有八个字 孝体 忠心 仁爱和平 思维 管仲 提出来 管子 提出来 离一廉耻 过之思维 思维不张 过难灭亡 那这个国家 有没有礼 有没有义 有没有礼 有没有耻 如果这四个字都没有 这国家很危险 到了王国的边缘 你说中国这个思国 这么简单 谁都能够记得住 所以他不会往事 越是重要的东西 越简单 所以中国人 从小到老 每一天 都是用这思考 作为标准 来反省 自己的心 有没有修 有没有确实